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TJ Abel 这节课我们学习HSK4,上册,Unit 8,生活中不缺少你 我们学习到了Exercise部分 首先第一题是3Tilt Dialogues 大家这三篇课文的对话,大家有没有多去练习,多读啊 我们来看到课文1,高老师的语义器 这是我女儿从国外带回来的巧克力 非常好吃,很甜,我特别喜欢 我知道甜甜的东西就很开心 女儿很孝顺 知道给我带礼物了 小夏的语气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回那次比赛 要是我们再努力一点,说不定可以多进一个球 说不定可以赢这场比赛 太可惜了 就是很遗憾,很伤心,很悲伤的这种语气 出租车司机的语气 前面有点要堵车 不要着急年轻人 我们听一下音乐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堵车 堵车也确实挺浪能烦的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心境 心态 休息一会儿,听听歌 一下就过去了 总是看着这堵车堵车心理的方法 那也没有用 OK 我们来看到 Exercise 2 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 就是the proper words fill in the blank 伤心 放松 死药 积极 和证明 我们来看到 有的人认为 心情 身体健康 才是真正的幸福 那心情是什么呢? 心情放松 relaxed 我们选择啊 听到 他听到这个消息后 什么都哭了 伤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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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了 steadly gride steadly 伤心的 现在第一个 这次招聘会 提供了差不多一千个工作机会 请同学们什么呀 积极的参业 参加 我要参加 我要参加 很积极 准备 这个面 招聘嘛 要准备 这个简历 要打扮好 穿正式的服装 是吧 准备好 可能要回答的问题 积极的准备 积极的参加 很多小孩子觉得 所有东西 只要救 只要救 这个词 只要一哭 就能够得到 那小孩子千万不要让他养成这样的习惯 不让他 一有不高兴的 一有想要的东西 一哭 养成习惯就不好了 长大的性格呢 就觉得 我要什么 就应该得到什么 就很不好 这是教孩子 printing 只要救 我们现在第三个 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有名的历史 终于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那这次 还有一道题 我们来看到 耐心 耐心 愉快 到处 everywhere 缺少累了 缺少发声 那我们来看到对话 终于爬上来了 累死我了 这山太高了 看来你真的是 缺少锻炼 要多锻炼 以后每天跟我一起 一块儿跑步吧 一起跑步吧 今天的面试怎么样 经理说 会认真考虑一下 让我别着急 耐心等消息 耐心patient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 都不要着急 谢谢您的关心 我记住了 你喜欢听什么样的歌 我喜欢听那些比较慢的 让人感觉很浪漫 心情什么愉快的歌 我也喜欢 悲伤的歌呢 有些也挺好听的 你的 你的东西怎么到处乱放 乱放 到处乱放 三 一起打扫一下吧 我知道了 我一会儿就去 男孩子经常 房间里乱七八糟的 到处乱放 你孩子就比较爱干净 也不一定了哈 DJ Apple也不太爱干净 OK 我们来看到 Expansion 同意思哈 Words with the same collector 要 这个要 want 本意思是want 要 need的意思 那我们来看到他组的词语 重要 important 主要main 只要owning 要是 if 加入 年轻人最重要的是 对自己有信心 be confident 这本书主要介绍了 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这本书主要介绍了 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只要你打开电视 总能看到 总能看到那么多广告 真是浪费时间 只要 那个电视节目特别有意思 你要是有时间 要是 if you have time 看一看 也去看一看 我们来看到exercise部分 我们来看到practice部分 做一做 我们来看到这个词 重要 主要 主要 只要 要是 我正找你呢 你说让他学什么专业好 这主要 这个主要还得看孩子自己的想法 现在 刚过去的中国的高考 对吧 要进入大学的学生呢 要选择专业 那学什么专业呢 还尊重孩子自己的想法 上次的事太感谢你了 上次的事情太谢谢你了 要是 要是 如果是别人 要是别人 估计就办不成了 幸亏有你 您太客气了 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告诉我 明天的面试很重要 明天的面试很重要 very important 你最好早点出门 不要迟到了 我知道了 你别担心了 我一定会准时到的 真让人羡慕 我本来也想学法力的 但是最好没考上 其实做什么工作都一样 只要用心 就都能做好 只要用心 都能做好 要是条件 只要 certain condition 这是这节课 我们学习到的一个内容 大家有不懂的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看到呢 会帮助大家解答 OK 好 我们继续一步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Bye